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變論超級聯賽第六場的網賽 第六輪的網賽 今天的辯題是社交移民有助對方社交媒體霸權 對賽雙方是正方英華書院和反方華英中學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的辯論 正方主辯溫祖男同學 第一副辯雷君傑同學 第二副辯林子逸同學 結辯陳婷志同學 反方主辯王子成同學 第一副辯何家穎同學 第二副辯卓豐同學 結辯余明偉同學 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 蛇浪彥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辯論隊隊員陳慶澤先生 還有天主教覺德性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黃一鳴先生 謝謝 謝謝 好 本場的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和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會有30秒一叮提示 我會叮一聲 超時15秒就會有三叮提示 將會扣分 明白到因為網絡有遲緩 以及有機會有聽不清楚中聲的狀況 所以每一次叮的時候我都會舉一張指 如果我舉一就一叮 二就兩叮 叮完就可以留意螢幕 嘗試不要用盡15秒緩衝時間 詳細賽規也已經發佈了給不同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首先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點頭示意 試咪試咪請問聽到嗎 嗯聽到 好 那可以就叮 是嗎 好再來講 不好意思 你可以我就叮 不好意思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21世紀各類的社交媒體平台 例如Facebook、Twitter等等 在我們的社會中逐漸興起 事至今日 Facebook已經達到接近30億的用戶 可見這些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中物不可分的一部分 但今年來 有不少有關社交媒體的爭議事件 例如2018年Facebook售賣用戶數據給劍橋解密 2020年Twitter封鎖特朗普的帳戶 還有2021年WhatsApp更改私隱設定等等 都引發群眾去反思究竟社交媒體的權力會否過多 隨著群眾意識到社交巨頭都有濫用權力的情況 有一部分群眾發起社交移民 轉用新型的社交媒體平台 例如Mivi、Signal等等 由過去被動地全盤接受社交媒體的濫權 變成主動棄用 故此 今天杏量變態的標準就在於以上改變 究竟能否減少社交媒體對群眾的控制 今天我方贊成變態 原因有二 一、主動退出隔絕意識形態操控 社交媒體霸權並不是單純指他們壟斷市場或多人用 而是指他們有去控制使用者接受什麼資訊的權力 透過濾資訊去潛移默化地改變用戶的行為和價值觀 最終塑造有利當權者的意識形態 鞏固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政治方面 例如Twitter在去年11月美國大選的時候 過濾對拜登不利的消息或支持特朗普的輿論 甚至封鎖特朗普的帳戶 經濟方面 社交媒體也會利用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和使用紀錄 追蹤他們的興趣或日常活動 為他們推薦適合的廣告 從而鼓勵他們繼續消費行為 例如WhatsApp是強制用戶分享數據給Facebook 以放大他們演算法的覆蓋面 面對這種社交媒體霸權 社會由過去只有零散的質疑 到今天作出實質行動 社交移民到一旦標榜革新 將權力交回用戶的社交平台 例如標榜不賣資料、不賣廣告的Mivi 還有強調私隱的信號 想問有方對應傳統社交龍頭賣資料的行為 當你退出後 他們還可以如何侵犯你的個人私隱呢? 而成功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免被賣出 又算不成功對抗霸權呢? 二、推動競爭 擴闊其他平台生存空間 過去傳統社交媒體平台 例如Facebook、Twitter等 往往一家獨大 擁有壟斷性的優勢 其他平台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但社交移民正好造就了契機打破壟斷的局面 例如自從WhatsApp在今年初 推出會和母公司Facebook 分享用戶個人資料的強制性條禮口 Telegram在全球的一周下載量 達到1,190萬次 而Signal也有880萬次 榮登各大下載榜的前列 尋問有方究竟是只有1、2個社交媒體平台 在社會中獨大 還是含多元意見的不同社交媒體平台百花齊荒 才能更有效地對抗社交霸權呢? 當然,我方也明白 事至現在,新型的社交平台的用戶數量 仍然是未給得上傳統龍頭的社交媒體平台 但社交移民這個現象 只是出現了短短不足一年的時間 但趨勢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社交移民其實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用戶 更加能夠成為一個群情去製造輿論 甚至施壓給政府改變他們的政策或措施 例如德國政府就是因為群情 而限制WhatsApp去更改私隱條款 最後也想問回有方同學 如果連退出不用社交媒體 都叫做無效的對抗手段的話 究竟在有方你們的世界有什麼 才叫做對抗社交霸權的有效手段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編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示威示威 好 好 OK 謝謝 好 或者你準備好就 OK 好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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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電主要跟我們說 主動退出的話 我們可以減少這些社交平台 對此色形態的操控 也可以推動到競爭 但有方和平台沒有跟我們明星過 原來現時的社交媒體的主流平台 原來是有多大的影響力 用戶又是否能夠輕易地退出 今天我方認為社交霸權是什麼呢? 社交霸權是少許因此令它滲透率上的優勢 最初一些用戶不喜歡的商業行為 例如剛剛有方都說過的 就可能是侵犯用戶的私隱 又或者是利用他們的手指的紀錄 不斷動作相關的廣告 而不少這些較大規模的社交平台 為了擴大它的市場善用力 都會收到其他較小的公司 令到自己的平台市場上成為主流 而使用社交難以尋找其他 又商榮規模的平台 會滿足社交需求 被迫要繼續留下接受這些商業行為 令使用戶和平台之間不平等關係 這樣就算是一個社交霸權的現象 所以今天我們不可以單純地 普通的就是說 我們退出的Facebook 或者Twitter這些現時的霸權 又要成為現象的反抗 所以我方今日要令性的是 社交移民是對社交霸權這個現象有無效 而不是能不能夠退出現時的這個對象 而我方今日認為社交移民無效是有兩個原因的 首先現時主流平台的滲透力高 難以撤離使用者 首先社交平台和一般商品並不一樣 原因是社交需要進行和接觸更多的人 所以社交平台有沒有一個廣泛的市場覆蓋率 其實對用戶是否用戶的平台有很大的影響 而2021年1月的Kipo 方向做的調查 我們知道WhatsApp和Facebook 今天有多過80個巴士的香港用戶使用 而方向今天出過來也跟我們說了 Facebook都有接近30億的用戶 但我們不如看看市場製造的平台Signal和EV 剩下5億和2千萬的用戶 和原有的平台分別是有接近100倍的差距 根本難以做到製造原有的平台的效果 最少一部份用戶真的下載了 我們看到的是為了他們 為了沒有用這兩個程式親友聯絡 為了同時用不同的社交平台 甚至嫌麻煩最後轉回原本的平台 另一方面現時其實還有不少企業 都用Facebook和WhatsApp來使用網上推廣 而向這些平台往往不少的追蹤者 因而是有依賴性 根本就做不到社交平台 所以只要原有的平台一天 還有這麼高的信號 還會對它的依賴性仍然存在 影響力也都不會消失了 所以社交平台 所以社交平台 根本就聲明是有效對抗社交霸權 其次 社交媒體本身是會令到Facebook一定出現無法避免 社交媒體本身其實是我剛剛提過的 儘量提高市場佔優率 這樣才能滿足到用戶社交的目標 這樣才能吸引到用戶使用 但是用戶數量的上升 也意味著支出的上升 例如是伺服器的升級 要請加多個員工等等 短期內可能會有企業 在用它的經濟價值轉越資助 但這些贊助一定是有盤期 更散了之後 社交媒體唯有 用賣廣告的收費方式維持自己的營運 但是收費用這種方式努力 收費有多低也好 都會令到同時是融合放棄使用 所以社交平台長期營運 就只能夠去賣廣告或者賣個人資料 令到自己足夠的資金去提升成績 或者收購其他類似的成績 還會提供佔有率的效果 日子內了之後 它才會在第二個第三個Facebook 如果你今天講的社交移民 即是一種針對現時霸權作出的攻擊 但我剛剛看到它是無論成功還是失敗 社交霸權仍然存在 社交移民失敗 意味著用戶的回流 對原有霸權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算真的成功了也好 正如我剛剛所說 社交平台要長期經營 某個時間之後 一樣都像Facebook那樣 你用個人資料去問 進行新的霸權 所以社交移民最多只能做到 改變作為霸權的公司 但並不能改變到社交平台本身 也都消除不到社交霸權這個現象 根本就稱不上是有效對創 至於有方同學 如果今天要令性社交移民有效的時候 必須先令性它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 用戶究竟為什麼要脫離一個這麼主流的平台 就是要用一個用戶這麼小的平台 正定 謝謝各位 好 反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4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好 接著就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的台上變員 向反方主編去發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的15秒 均會有一丁的提示 我會叮一下 那夠鐘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之後則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變員發問 正方主編回答 請評判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的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變員發問 現在你有1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示意 喂? 時邁想問聽得清楚嗎? 好 清楚 好 首先右方問我們為何人離開了 其實我們不是在論正變態 但等一等 首先從用戶角度 他離開了霸權 不會再受霸權的廣告影響 第一用戶上已經離開了 第二在霸權媒體上 他便可以離開了 霸權媒體少了 他便少了數據 影響力低了 所以右方今天就說要全面瓦解 但現在一來 他的移民潮只是開始了少少 所以最後想問右方 你的世界下 到底有什麼可以對抗社交媒體 對大家的思想控制 還是右方同學 其實宗教是覺得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 要任人如玉 謝謝各位 好 現在反方的主編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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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定,定,好,準備時間結束,嗯,好,準備時間結束,那現在就由反方主便回答,你有一分鐘的時間,那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示意,定, 嗯,其實同學,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問我們,只要我們這些用戶可以離開,都不用受到霸氣的影響,然後就可以令到這個社交霸氣的影響低了,一點我方會不知道,但是有方同學今天到現在都沒有認證過,就是到底怎樣離開,今天主便的時候,我已經跟有方說過了,就是說,以前社交同學信討高,用戶離開不了,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離開了之後的好處,那有什麼意義呢,第二點,有方同學今天說到說, 社交移民就是剛剛開始,就是遲到一年,那有方同學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到有方說的效果呢,而且到了那個時間之後,到底是因為社交移民導致了霸權的沒法,還是因為現時的社交平台的霸權被自然淘汰呢,請有方同學認證,多謝各位,好,接著就輪到反方公辯,那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言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那準備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能你要認識了其中一個,是, 好,OK,好,那準備好就去吧,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學主編講了很多移民的出發,感覺都很好聽,可以主動退出,可以增加生存空間,但是基於這個目的做出的成效效果是怎樣呢,有方同學沒有論證過, 但是我們看到的現況是,現在Facebook目前已經有28億的用戶,但是香港的信託率已經高達8成的時候, 而新興媒體好像Telegram那樣,即得一成的這個比率的對比之下,有方同學覺得在什麼情況之下,一個的移民狀況是普遍一些人可以來到IG、WhatsApp呢, 所以請有方同學今天不要再在理論層面跟我們說,給出實際數據,去到什麼時候這個社交移民真真正正去達到這個有方同學所講的預期的效果呢,多謝各位, 好,那現在正方註便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那現在可以開始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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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由正方主便回答 然後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嗎? 聽到,好,叮 各位,首先多謝友方剛剛的提問,友方剛剛問我們究竟 會有成效,但是友方同學我們想解釋的東西就是 社交移民是絕對有成效的,但是友方同學你今天的標準就太苛刻了 友方同學今天說什麼呢?他說我們什麼時候才等早啊? 他說因為現在Facebook的市場還很大,這個作例子 但是問題是,社交移民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友方如果今天是預期,我今天有社交移民 明天就要整個Facebook想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請友方同學去看看,現在WhatsApp的下載量已經按連下跌超過四成 而友方也舉出這個Facebook作為例子,說它影響有80%的覆蓋率 但是其實我們在日常觀察看到,其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WhatsApp或Facebook等的活躍度是減低 當活躍度減低就已經開始有效對抗,減低到它的影響力 好,回應時間已經已經了 好,那台上翻問的環節就結束了 那現在輪到正方的第一副面,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試咪,聽到嗎? 嗯,聽到,好 正 主席評判座位,大家好 來到一副位置,不妨用三條問題歸納有方某 第一,到底如何對抗社交霸權 社交霸權是混淆視聽,對霸權理解是很搞笑的 或者社交媒體最後本身都會變成霸權 所以今天我們先看,社交媒體從來都是一個拉近人與人之間的中性工具 當然霸權就是一些大型社交媒體去利用這個中性工具 去收集用戶資料,賣給其他公司盈利 只是給單一聲音他們的社交媒體傳播 甚至乎篩走一些他們眼中不得錯的資訊 例如主便跟他們說Facebook、Twitter封殺特朗普的例子 再看原來Twitter在上年10月禁止用戶轉發 紐約郵報一篇在烏克蘭做生意涉及貪污劇報道的超連結 而這些例子正正就是被霸權強行定義為錯的資訊 將權隔絕不給用戶資 所以面對以上霸權未必及時斬攬移民到 例如Signal不會收集資料引資程度高的社交媒體移民 可以用戶在一個新的良心社交媒體中獲取 都不叫對抗社交霸權 還是你覺得任由拜登、特朗普的資訊 某些資訊尋沉大河就最好呢? 第二到底有多少人會進行社交移民? 今天有方的標準很可欺負的 Signal看到Signal MeV 今天只有1成 看到很少人用 看到Facebook還有28億人用 則質疑我們社交移民的成效 但今天社交移民的出現主編也跟你說過了 是一個過程來的嘛 就是由原本大家不知道有社交媒體的霸權 到大家發現可以做出一些行動去對抗霸權 所以今天從來都不是 今天有霸權明天就要立即做到 所以今天有方將一個剛剛起步一年的 新型社交媒體的MeV Signal 就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沒有人用 還是失敗究竟是否公運呢? 所以有方就問問為什麼那些人會移民 但是有方今天就跟他說看到霸權就會離開 有方又問見到那些人很少離開 但今天跟他說短期看到今天WhatsApp說完條款之下 據研究機構SenseTower發表的數據指出 在1月6日至1月10日期間 Signal在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全球下載 是前一個星期的43倍 甚至打破Signal單月下載記錄 正正看到社交移民正在起步 以時全球持續者開始逐步覺醒 例如今年3月Signal大學的研究指出 接近3分2受訪者表示關注Facebook安全問題 請問有方是否越來越多人同時用MeVSignal接收更多元的資訊 反而在撞大一些傳統社交保育權呢? 所以第三究竟社交移民做了些什麼? 今天有方質疑是死的 移民完也沒用了 就算今天移民也不知道Signal怎樣生存 最後都會輪到賣廣告 會被Facebook收購 最後都會成為第2、第3個WhatsApp 但今天看到Signal商業版型的手法 就是當用戶登記了就會首先給一筆錢Signal 我方就算退一萬步就想未來MeVSignal 這標榜沒有廣告 不容易演算法的社交媒體 就變得好像Facebook那樣 被Facebook收購 但我方今天主編跟她說 今天覺醒了之後 明白社交八卦是什麼回事 下次MeVSignal真的違反了的時候 不就會再 不好意思我方聽不到最後那裡 不好意思我聽不到最後那裡 是不是剛才靜了 還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收不到入了 我也聽不到 會不會再重複一下最後最後那裡 不知道聽不懂 我想問如果評判你們覺得 去重複最後有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評分上有沒有覺得 因為我始終擔心 可能因為都算發言詩分結束 再說好像會不會 那或者 對呀或者看評判 三位評判決定是 是我們無所謂的 主要是評判 我覺得 根據我這邊看到是 無論他 聽不懂 他還是 超時的 所以 在分數上 都只是 超時的扣分 影響者 我相信 其他評判怎麼看呢 我想問是 過了三釘 還是 因為我聽到 中間應該是 兩釘之後 的緩衝時間 完成 我沒有發聲 應該是沒有三釘的 我理解是 所以我反而 反而是 因為 對呀 我想說不知是 你說你說你說 你說你說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 我反而是 3分15秒停 但可能我按停的時候 我有些 我慢 即是不是 正確的那一刻 他一按三釘我就按 所以 所以你的判斷是超時 還是 嗯 這個我相信主席了 這個判斷 超不超時就 主席決定了 但是我想知道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都影響到 究竟我之後會怎樣 如果真的是超時的 就正如剛才那位評判所說的 其實 嚴格來說 不大影響的 就是那個評判 扣回我都扣了 所以我想知道 主席是 有沒有超前者 或者我講了我的 但你發聲音的評判 可以講一下我有沒有 就是 因為我是36秒停的 但是 我是 我是他關了咪 撈了一陣子才停的 所以 我覺得 應該如果他是 他應該是 15秒前關了咪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可能他關了咪 都是他的選擇 可能他就不再說一次 如果 這樣子的 接觸 你們覺得我不行 即是你當沒有超時了是吧 是 但是 應該就這樣結束了 就是 當他15秒前關咪 結束了 就當他自己說完東西了 那麼 走到下一個 就不再說一次 你們覺得評判覺得是沒有問題 或者 怎樣 我們是正方 我想問是 華英的同學是 聽不清楚 最後一句還是 聽不清楚 15秒之後的東西 就是 是不是聽不清楚最後一句 因為如果看到 現在主席就說 他沒有超時 他就說回 那段 他還沒有超時 說回那段 因為超時我們就判斷不了 我們也沒什麼好留意 但是我們只是聽到好像 就快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就靜了音 所以我就聽不到內容 我覺得 維持緣犯了 譬如 剛才你關咪之後說話 就當沒說過沒發生過了 那剛才的判斷就是 那如果剛才他關咪的時候 還沒有三釘 那就當沒超時了 但是剛才說的東西 就當沒發生過了 我覺得 謝謝 可以 謝謝 謝謝評判 好 那我們比賽繼續 那 接著就是 反方的第一副辯 那你有三分鐘時間 那準備我就可以向鏡頭示 試咪試咪 聽不聽到 嗯 聽到 好 那 可以開始 叮 主席 評判座位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如何定義有效對抗呢 單單只是憑一個訊節 有方同學相信什麼 有方同學相信過程一定在未來會有結果 首先我看到的是有方同學已經承認了現階段這個給大家叫了一年的社交移民 有方同學承認了並不成功 而第二有方同學的解釋是 不是啊我看到Facebook的下載量是有下降到的 但問題是Facebook已經是持續了10年的一個社交平台 當然沒有新增用戶是新增那麼多 但我們要看的正正是它的佔有率嘛 而我們看到的佔有率就是它們現在已經目前已經在用28億的活躍用戶 在用全球大約七成的互聯網的使用者 所以有方同學以下不要再跟我們說什麼下載量減少的這些數據 反而真真正正的說 社交移民怎樣令到Facebook、WhatsApp這些霸權的佔有率減少 才是真真正正的論證到這個成效以後 而完全達至社交移民的未來是怎樣呢 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三年之後 有方同學都沒有完全全感證過 有方同學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霸權在這裡我們就走 其實雙信在座各位在當初看到WhatsApp推行這個私隱狀況的時候 也有去註冊這個密封信號的 但註冊完之後 立即刪除Facebook、WhatsApp的人有多少人呢 可能是因為工作上的群組沒有轉 又或者可能是因為要跟長官的溝通 種種的原因都令到大眾離開這個霸權團體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好的就是兩邊同時用 接著依賴著他們 壞的是葉朝過後 根本發現完全依賴脫離不了 最終放棄 所以請有方同學在無限推供社交移民這個準則的同時 腳踏實地一些 給出一些真真正的事件數據 論證有方同學這個準則是否可見的將來可以發生 第二個相信有方同學相信些什麼呢 相信其實社交霸權未來不會出現 但我們今天辯平論證就是 你看一下我們去了第二個平台之後 霸權這個現象會不會出現 有方同學的解釋很簡單 就是說Signal的創辦人廣告不會公佈這個資訊 BV的創辦人廣告不會賣廣告 其實這個無條件的信任頑固歷史其實不是第一次 大眾也曾經信任現在的把握WhatsApp 想當年WhatsApp的創辦人也曾經說過 廣告是他們厭惡的工作 但最後也同意了被主張以廣告操控獨立的Facebook收購 Telegram也曾經和Signal的一樣 是說堅持不靠廣告反而是靠這個捐款來運 但最後也在近日宣佈以廣告為營利這個計劃 有方同學說這些是他們的猛記初衷 其實這些正正就是理想和現實相遇的結果 IG的創辦人因為平台過度賣向商業法 在Facebook離職之後 坦白其實被收購完全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只憑一個小規模的團隊 根本沒辦法去負擔用戶數量成長對事復起帶來的壓力 沒辦法去承擔這些壞大的資訊 如果一直堅持獨立聯運最終很有可能是淘汰 所以有方同學想問 撤離了一個霸權會不會再擁抱第二個霸權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片的發言時間是3分09 面目超視無需扣分 接著就是正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偽閃 聽到 稍微扯播都聽到 稍微現在會不會好一點 好那你準備好我就開始 可以 主席評判除了大家好 來到義父為之一逐一刷街 有方主席 有方第一個問題是問 為什麼現在的人會離開 最簡單現在監控私隱潛延物化 你的思想 你跟女朋友 談戀會被人監控 你最政治的言論都會被人監控 順治有可能未來撐不住 但最簡單說 現在有方不要偷換概念 我們現在不是說他有收錢就叫霸權 他是潛延物化影響他的思想 這樣才叫霸權 有方說我們不能只相信他們 最簡單是信號現時 就算是賣廣告 他都標明是不會影響 我方正正是說到 Mewy現在沒有廣告 沒有CNC 但同樣他都可以用戶註冊來賺錢 捱住 所以有方不要偷換概念 說收錢就是霸權 所以更重要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 如果信號 就算未來真是黑化 我們真是信不住他 自然然會有第二個Mewy 第三個信號出現 因為那時候在人民覺醒 要主宰資料的情況下 再過去那些地方 去其他新興的媒體 所以今天有方終極的立場是 做這些良心媒體有可能被淘汰 所以就不要做 有方同學說現在FB 依然持續了10年 佔得很高 很感謝有方同學知道這件事 所以還要做一個趨勢 是一個進程來的 社交移民 要很辛苦 逐日逐日小 有方同學問我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不知道 總之一定未來有效對抗 所以標準不可以這麼苛刻 我方一附上說 這個年度FB和WhatsApp 儘量下跌 有方不理 依然說霸權未解決 不知道有方 有方同學為什麼要這麼苛刻 重點是 首先在個人心態上 用戶由Twitter 到今天 全球用戶開始有實際行動 例如日本 到2021年 頭四個月WhatsApp下 雙恩怡案年下跌43% 就算他 很大 但我們看到他逐步瓦解 又沒有行動 去到有行動 是不是都是無效對抗霸權呢 有方一附又說 霸權 可能自然瓦解 根本不關 社交移民 問題是 這個瓦解都有推因素 和拉因素 有可能是FB 自己上網投訴 上網投訴他 個人層面 我們看到環球上的政府 都有所行動 例如2020年12月 美國政府宣佈 對FB提起反弄的訴訟 因此 由個人層面 去到政府層面 對付霸權 已經是大勢所趨 這些趨勢是假 就算政府和用戶有逐漸行動的趨勢 都不會有效對抗 所以終究了 有方今天終極的立場 今天社交移民 沒有人可以走 成效低 所以我們就要袖手旁觀 放棄對霸權的掙扎 所以最後想說 有方都知道 我們現在 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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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原本有可能 跟老人家聊天 但現在去到一個新的 社交媒體 去到一些良心媒體 一些清傳 逐漸影響家人 去對抗霸權 訂閱 好 好 是 因為剛才那個正方那邊那個網絡的問題 所以消息是沒有的 但實際上我先說了3分10秒 沒有消息了 但是我想可能會不會 易富可以出來說多一些 會不會有多一些問題 我怕如果待會 台下反問 或者環節的時候 會繼續有那些 有機會 因為剛才都不是聽得很清楚 平鋒有沒有覺得 不好意思 主席 我想問一個 我剛才聽到應該是超過刺激 就是你那3分 我聽到3分10秒之後 是 他才會再緣 我不知道是沒有問題 你的判斷是 因為我那邊是 這次的Shera是沒有的 因為我是 即使我按 他遲了延遲了停 都是沒有過15秒的 是的 即我這邊的計時是這樣的 OK 那我順利判斷了 我順利判斷了 OK 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因為 剛才說真的搞一搞你的鏡頭 是的 因為網絡問題 看得很清楚 但如果很不清楚 西馬來由重複一次 因為如果很不清楚 會不會影響到平鋒作 我覺得 賺成果都不好 因為 可能或者你 確定一下 那待會 可能在台下發問 和結辯位置 就會好一點 可能 我猜應該是 那個問題 然後 我都是 因為我純粹 因為最後 我真的 他緣 多謝各位 我才按停 所以我 我那邊 可能因為我收同 其他未必收同 所以我那邊是 沒有的 好 那跟著 就 是 然後 跟著就到 正方的第二副 不是 反方的第二副 是的 你有三分钟的事 是的 我想其實 我想 我看大家想怎樣 我想英華要不要再試一試 說一說 因為我怕會有疾 對華英有影響 對英華 但是看大家想要給予機會 我想看華英 我沒有其立 或者評判我沒有其立 讓英華再試一試 他的鏡頭 再試一說 因為我激在這樣 就未必好 但我看你會覺得 有影響 可能你說句子 或者不一定跟變態有關的事 可能 是的 那你試一下 那個麥克風 可以不可以的 就是那個Wi-Fi 我剛問過四個都是 有一些是不清楚 就是發言的時候 都是有一些 Cut的 會有關的 是的 但是看看評判 和不同意 他再說一次 我這樣說 是的 我這樣說 你講這個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我最關心的是華英 究竟會不會覺得不懂 給他們一次機會 如果華英還可以的話 我不知道其他評判 我自己也不會介意再聽一次 是的 純粹華英會不會覺得不懂 才知道 其他評判 有沒有說 可以再說一次 如果評判的話 補充一點 如果是的話 我就用這個去 看完語言運用 結構台風 我也是重新評判的 如果沒有反對的話 你再試一試咪 看看我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由頭開始 可以讓我靜一靜你 因為我都完了 可不可以讓我靜一靜你 不好意思 好 你現在可以 剛才我猜都應該可以 大家都應該聽到 是的 好 你先讓我靜一靜你 我重新來過 現在是正方的第二副變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就可以向鏡頭視矣了 等我一會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試咪試咪 想問聽得清不清楚 暫時都可以 如果你可以都可以 說一下 OK 可以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卓得好 來到二副位置 一拆架有方主 第一有方問 為何我們要離開舊友 有社交法局 很簡單 你 不好意思 會被人發現 政治言論同樣會被機構監獄 因為可能 有方說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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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二了 有方說 哎呀 不好意思 因為 兩邊都 大家都聽不到 不好意思 看一看 或者 可能 英國裏面 會不會有 數據 或者 未必用WiFi 或者 可以 處理到 不好意思 我們呢 其實想改了那個WiFi 即是我們轉了那個網路 然後再重新試一試 好 謝謝 好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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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询问现在主席听不听到 现在听到 华英那边可以听不听到 我好像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我这么说 我想要不要试多几句 通常只是一句没问题 但是arle.嗖都一句就开始有些问题 试多试试这方面试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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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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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sourd 大家听不听发报 大家是否聽到 嘗試一下 正義會不會有更好 還是有點疾 或者 或者你會不會 如果你可以有 好像玩一樣 如果你自己有一部 手機就是收聲應該會好 你要收聲的 那個 收聲加深 是嗎? 你是說認識了CAM 可能一部手機真的認識CAM 然後你一個真的收聲 就像話音的做法 是 你可能可以有多個器材 進來 那個就真的收聲 是 試買試買新人 現在 都 不會聽到 都是不行 或者 你聽不聽我說話的 其實 或者如果你可以 加一個真的說話的 你不應該趕緊 就會 然後那再講 給我 再說一句話 是 不應該是 判斷 還是 你應該也 pc 就是 你應該是 我看回章程,大家應該在這場比賽11.3之前是要做好那個器材的 但是因為有網課,老師交代給我,如果有遲門的情況 純粹就叫他們早點說完,但因為他沒有說如果有這麼大的問題之前要怎樣處理 或者我再問一問老師的什麼,可能在這時候我就再聯絡一下 市委,市委,現在聽得清楚嗎?主席 現在清楚一點,或者在他們發現的時候我再聯絡一下 可能有些負責的人看他們怎樣看,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如果聽到的話,可能照我們 如果現在聽得清楚的話,我們可以繼續發表一次嗎? 如果是的話,我們不如先打了一場比賽 如果有問題,有錯規問題的話,我們就從後來研究 我的意思是可以繼續,然後中間的過程我才聯絡 所以你可以繼續,所以我純粹就說回章方第二篇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他也是事宜 我們離開這裡 正方給我,我可不可以開前鏡? 也要 是的 現在聽得清楚嗎? 就算是打斜一閃 很好,可以打斜一閃 對 好,如果開始的話,就可以繼續 就這樣 你還是準備好了,我就開始,就這樣 請問是ok了嗎? 你會否介意我們不要開前燈 因為數據流量現在會否好一點 現在聽到嗎 或者如果都看得清楚的話 就可能看你如果其他片 你們會否有其他器材可以提供前面的鏡頭 如果不是我猜因為比賽也要進行 所以可能如果華映現在是 不如這樣吧 我想看看華映是怎樣的 最終的關鍵都是華映的 華映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它可以不開前燈的話就OK的 我們就go on 看看有沒有爆發有第二個器材可以顯得到鏡頭 不過如果真的沒有爆發 都沒有要到鏡頭 找大家那麼久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都維持不住了 想問現在可以看到嗎 現在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試一試問 想問現在大家聽得清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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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評判組的好 來到二賦為止 不妨逐一拆解有方主 第一有方同學問 為何 很簡單 你們和女朋友出現 不好意思 在WhatsApp上講政治的事情 會被人監獄 會被國家 對 評判組是否也聽不到 是嗎 都是 真的聽不到 真的聽不到 或者我聯絡了 或者我暫停了比賽 我真的聯絡了 我真的想說 我暫停了 有可能暫停 喂喂喂 聽不聽到 或者我真的跟比賽那邊聯絡一下 然後再看看如何處理 如果評判覺得 很快要走一兩分鐘 評判覺得OK 我就搞定了 現在聽得清不清楚 我們現在又轉了網絡了 或者等一等 我問一問 可以怎樣 要不然我怕 重複了太多次 都算不得了 可以幫我們 不然啊 好 我可不可以 就這樣 說這個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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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怎麼知道 有幾乎 這才是 這才是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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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如果未来真的黑化了,它就走,出现第二个MV 第三个信号,它就再走到其他地方 重点是,今天容独觉醒了,他们要自己主宰自己资料的去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持续了十年,佔有很多人,我跟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天社交移民是一个进程,不可以一步登天,所以逐小地做,所以我现在完全不能给你时间表,但我现在给你一个趋势,我今天一副我跟你说,WhatsApp使用量下跌,今天我们再看一些用户个人心态上,用户由以前只在网上打口水战,在Twitter上罵Twitter, 去到今天全球用户开始有实际行动,例如今年年初用户向WhatsApp使用,迫使WhatsApp延迟条款,到2021年头四个月WhatsApp下跌量,因而按年下跌43% 用户逐步撤离霸权媒体,由无行动去到有行动,这个这么好的趋势,是不是都无效对抗霸权呢? 有方又说,哎呀,霸权又可能会自然淘汰,第一个淘汰,为什么它会无端的淘汰?它有这么多权力,它最多一是推因素,自己良心发现而已,第二就是拉因素,外在地用户施压,一直投诉政府制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除了个人层面,环球上都是想制裁对抗霸权媒体,例如政府这么看,2020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对Facebook提起反垄断诉讼,所以现时由个人用户层面,去到政府层面对抗霸权,已经是很大, 是大势所趋,所以有方认为这个趋势是假,还是就算政府和用户有逐渐行动的趋势,都不会有效据抗呢? 所以有方今天的终极立场就是,今天社交移民可能做不到,成效低,所以我们就要就手旁观,放弃对霸权的挣扎,才不会有低成效,今天一些良心媒体又可能执行,所以它一看对抗霸权都不应该做,好了,有方又说,哎呀,现在有可能与老人家开会,一些不同的公司都要用WhatsApp, 是呀,就逐步先来,你见不见到良心媒体有什么特点?例如Gap这样,它正是容许被Twitter封锁的特朗普用户,在上面进程讲政治,一个言论的空间,言论的清存,都会发现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没有监控,背影在身边社群,身边地区,甚至身边周团人士参与,令到这个良心媒体逐渐上升,多谢各位 OK,好,正方第二负面发现时间为3分08秒,没有消息,无需扣分,跟着就是反方第二负面,你有3分钟时间,准备好车向镜头示意 好,听到,准备好车向镜头示意 好,听到,准备好车向镜头示意 吃坏吃坏,喝坏 不好意思,还是有什么? 不好意思,记得刚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错了,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我再来多一次,不好意思 是否要重谈开始 是的,重谈来,不好意思,是我错了 好,接着,反方第二负面,有3分钟时间准备好车向镜头示意 好,重新设定 好,不好意思,OK,可以,我答应,不好意思 評判,各位大家好,剛才有提到我們社交媒體一定是要靠廣告收益的或者是出賣用於私人的 但其實我剛看到如果用月費這個方法其實根本是不可行的 我們看回歷史例子,WhatsApp以前提出過一個建議就是每年月費每年年費就要給一美金 但這個方法就算是一美金就已經引起很多人反對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根本是完全不可行的 另外,有方剛剛提到Facebook的下載量在社交媒體的時候降低了 但其實我剛看到滲透率反而是不斷反昇的 WhatsApp的滲透率其實是由79%上升了4.6% Facebook也上升了1% Instagram的滲透率其實只下降了0.9% 這個影響其實對於一個社交媒體來說根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 社交的法權是不可用社交移民去解決的 社交媒體新聞法權是必然發展趨勢 正如我剛早前所說過 社交移民最多只能夠用由一個媒體轉到另一個媒體 在一段時間過後,只會有兩個結果而已 一是,好像幾個月之前的社交移民一樣 博哥就說用咪咪和食路 但最後當中間發現太少人用同樣的社交媒體之後 就會從我的Facebook和WhatsApp的環保 IG更加在這件事裡面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當你真的出現了一個被IGWhatsApp更加吸引的新媒體 但大部分人會憂慷地擁有新的社交媒體 就會導致了新的法權出現 事實上,即使Signal真的夠贏了WhatsApp 但如果Signal繼續維持 現在靠其他人居住的營運方式 根本是難以去持續發展的 在一開始,Facebook和Instagram他們 他們一開始都承諾過 他們是不會利用用戶的個人私隱 但我們看看現在實際情況 我們最終都是透過賣廣告 或者利用用戶的個人資料 作營銷去賺取利潤 在同樣道理之下 就算Signal創辦人表明過不會想賣私隱 跟前面一樣 為了維持營運和保持競爭力 難保Signal以後都會重複Facebook的覆設 到時其實公眾依然都是沒有選擇的 Signal最後都會成為一個新的霸權 換句話說霸權這件事是必定會出現的 分別只是插助霸權的營運者 到底是MSN 還是Facebook 還是Signal 不過我們先不論Signal 會不會有可能成為新的霸權 我看見的是 就算當下Facebook霸權 可以透過社交移民 扩行到的機會率少之又少 原因很簡單 但現有霸權的實力和財力 會比其他社交問題更多 令他們提供的服務選擇和質素 會比其他新興的社交問題更多 有問之 都突然到影像 甚至網站的平衡 都一定俱全 用戶會開始產生嚴重的依靈效應 最近的社交移民人數根本不多 持續時間都很短 難以對社交霸權做出任何影響 丁丁 引起社會爭議的WhatsApp私人政策 最高都仍然不可行 最後相信有方同學移民的影響力這麼大 為什麼解釋 規復到近月發生的移民作案 完全沒有事呢 多謝各位 好 好 好 返方第二篇篇一發言時間 是3分13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那現在就進入台下分問環節 每方就有兩輪發問 現在首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那你要開啟鏡頭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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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刚才反方异负有讲到英文的百分比和百分比, 那看看会不会评判要着量, 看看自己的评判, 好, 谢谢, 评判可以着量看一下, 是的, 评判在分子上可以。 我重新讲一次, 现在是投入发文文字, 每一轮都有两轮的发文, 正方派出一位投入变员去发文, 你就要开启镜头,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我去镜头示意。 试麦试麦试麦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各位大家好, 多谢有方一辅的时候终于承认有那么少人会两边一起用, 所以两边一起用代表大的平台拿到的个人资料会因而减少, 已经成功有效射约Facebook的演示法能力。 第二, 有方和其他替代社交媒体平台最后都一定会卖资料、卖广告, 但人家Signal和MeMeMe搞出来就是标榜了不卖资料,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变质, 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另一波的社交移民出现。 最后有方说Telegram他们卖广告就是霸权, 但有方偷换概念有广告从来都不等于霸权, 像Facebook卖个人资料那些才叫做霸权, 所以有方从来都没有认证过现在新媒体会卖资料会审查原谅, 不如有方尽回你自己的认证资料给个时间给我, 到底他们什么时候会成为另一个霸权呢?多谢各位。 好, 现在认识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去开始, 谢谢大家。 等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是,现在先叮叮 好,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就由反方去派出一位便宜回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轻向镜头示意 好,叮 主持评判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光同我承认了 其实现在现况是所有人都是两个平台同时用 而至于有光同我今天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不是两个,就可以贪分了这个演算法 但我想说的就是今天霸权的出现是因为霸权这个合围 而不是他拿了你多少用户资料的量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究竟有没有办法消除大家这个大众用户资料的这个合围 而我方便看不到是有这样做的 回答我和我这个问题,需要用多少年去摆决呢? 我们用多少年去改变呢? 其实我们就看到WhatsApp为一个例子 WhatsApp当时创办人都说不接受商业化的 但是很快,几年之后就已经去接受了Facebook这个收购 这个就是真正正的例子告诉我们 原来很多媒体最终都是会走向霸权 基于可能要接受一些庞大的资金等等的理由 多谢各位 好,接着就到反方拍出一位台下便宜发问 那你都必须要开启镜头 那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走向镜头示意 好,叮叮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便说社交移民可以做到百花齐放 所有社交媒体在市场上各有各精彩 但我们看看究竟是否真的做到 社交媒体的用处无非就是唯有社交 无论是私事上还是公事上 所以用户自然会选择覆盖率最高的平台 以至于可以接触更多的人 最终只会形成一个平台独大垄断市场 看看过去的历史,由ICQ转在MSN ICQ就永远消失,MSN转在Facebook 而MSN就永远在市场消失了 硬见历史一次又一次的社交移民都突自霸权的出现 有方究竟是什么 可以相信今次的社交移民可以做到社交媒体百花齐放 而再没有社交霸权呢?多谢各位 好,现在政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可以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丁 丁 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政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回答 有1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喂 诗米诗米诗米 听不清楚 听到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日风今日问我们怎么做到八花齐放 很简单 我们看到Facebook拿你的资料 Signal 没有监控 没有私隐策定 那你便走去Signal 很简单 你今天的例子 以前MSMS 为什么会走你Facebook 因为过往正正有不足才走 例如现在的私隐问题 用户监察 你的资料随时被人上 不知哪个人 军事机关的时候 你不怕吗 第二 今天有方和我标准很有问题 今天有方说 如果我们由Facebook转去Signal Signal便会变霸权 但问题是今天不是看它多不多人用 今天辩论其实都很多人玩的 它影响率都很大的 但为什么它不是霸权 是因为没有人用辩论 这种中性的工具来扭曲 去操控人私障 同样 今天Facebook 今天Mewy 回归社交媒体的本质 被人可以自由逃避 那它便不是一个霸权 再继续 当我们现在看到 哎呀 良心媒体一个很好的状况 便逐渐逐渐走 全场有方打的标准就是 现在做不到 现在不做不够 但我现在看到正正趋势就是 全世界都 叮叮 好 发言时间完畢 好 现在到第二轮的台下发问 那现在又是有请政方 派出一位台下面的研发问 那你必须开启镜头 那你有一分钟时间 那准备好走向机视园 镜头视野 OK 好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论证逼准过于何刻 我一定要有第二个 例如Facebook禁令企业 才可以叫成功对抗社交媒体罢权 所以有方问 有什么可以做 是否比Facebook少一个用户 都不算成功对抗呢 其实有方也都说不出 唯一反对的 只是现在还没做到 但是说是 根本就不会骗人 WhatsApp 要说改私印条款 Hitlogin signal 立刻回燈下再说的首位 这个不是对抗是什么 所以想问有方 你觉得全球趋势之下 大家会越来越注重私印 迎这些传统霸权媒体 可以用其他媒体 还是其实大家会突然思想倒退 无故意任务如意 各位 好 现在反方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可以开始 好 感谢观看 订定,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平台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的问题就问我们 他说今天Facebook的下载量低了 所以社交移民就有用了 但其实有方从来没想过一件事就是 因为Facebook已经存在了十年 那么他要下载的用户已经下载了 那下载量自然会下载了 但是有方从来其实今天没有和他说过 占有率的变化 有方从来连占有率都没有说过的时候 那是怎样等于社交移民就可以对社交霸权呢 所以有方从来如果今天伦正社交移民有用的 要么就和他说占有率 要么就和他说占有率 要么就和他说删除量有多少 而不是再和他说下载量 多谢各位 好,那接着轮到反方 派出一位台下便宜发问 你必须开启镜头 那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那准备到小时 请用镜头示意 是华英的退下分文不同 麻烦 试咪试咪 嗯 好 叮 主持人们大家好 今天原来有方和我在这里刻意误到 大家说WhatsApp案件下跌会下跌四成 但是原来今天我方看回那四成原来只不过是说用户增长率下跌四成 就是说WhatsApp现时还有增长 所以今天我方看到今年的头四个月WhatsApp下载率仍然还有1.72亿 是比有方和今天所推上的信号6000万下跌率多三倍的 所以按照现有的这个趋势 有方和如何论证会突然间有一天WhatsApp的办法会被拖垮呢? 多谢各位 好,正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可以开始 再看台课 就是这样的 她 是 联系 诶 有 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邊緣回答 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到嗎 嗯聽到 Ding Jerifman會做我的答案 所以有方剛才跟我們說WhatsApp數字正在上升 所以就說影響力不斷上升 究竟這些用戶數字上升又是否真的直接反映FacebookWhatsApp 背後的影響力越來越強 有方今天必須解釋 所以有方今天的標準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荷克的 要求要立即看到成效 跟我們說佔有率 但今天短期看到WhatsApp改完條款之後 Signal的下載率上升43倍 所以我方一直跟他說移民是一個盡情的 看到一個大趨勢 越來越多人移民 關注霸權的影響 逐漸移民去減低霸權對他們的影響力 難道這些不是去對抗霸權的影響嗎 所以我方看不到 現在是傑變環節 雙方傑變會有一分鐘時間預備 預備時間開始 現在這個時間鐘 每個人都會一直都要 我們現在就要去對抗霸權 在下載中 往內地看到 在下載中 是在上載中 那是誰我相信 這也有刊 反映的 我相信 假髮明 這是非 我相信 如果去了 好,預備時間結束,現在先由反方主便總結,你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姊妹姊妹聽到。 好,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右方主便今天有很多口號,說甚麼可以推動競爭增加新的功加。 但是去到一副二副就沒有再體系,可見右方根本站不住腳。 而右方同學今天一直有一個謀怨,以為只要有社交移民就可以退出社交法制的操控, 但是又沒有正確去論證社交移民的成效 或是因為現在剛剛開始 那要去到有多少時間才會成功呢? 況且現時的面書發展已經非常成熟 難以被推翻 要減少用戶根本不實際 其實家庭有關義父都已經承認了 就算有朝一日社交移民真的成功 只不過是推翻了社交媒體 而沒有改變到社交白權的本質 根本是毫無成效可言 不如我們還原一本報審視翻面題中所指有效對抗霸權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方認為最低限度是要令社交媒體因為社交移民的軟故而改變他們的政策 但是到底社交移民可以行動霸權的可行性有多大 成功率又有多高呢? 我們不如從社交媒體的發展史去分析一下 世界第一本廣泛面用的即時通訊原件ICQ在1996年面世 但是因為它的根深比較少 用戶最終會陸續轉用1999年面世的MSN 這個可以視為是史上第一次的社交原文 哈利智能電話興起 這個只可以在電腦使用的社交軟件發足點食尼 用戶轉移到2003年創立的Sky 然後還大幅轉移到面書 這個就可以視為第二次的社交原文 更加不得不提的是 WhatsApp這個用戶人數突破了20億的通訊服務軟件 它亦都被看中發電潛力 於是在2014年被面書以190億美元的天價收購 隨後出現的IG 本來被視為有可能挑戰面書地位的社交媒體 但最終亦都難逃被收購的命運 透過上述的社交媒體演變式 我們發現 社交媒體往往都是潮著極大的方向發展 原因很簡單 因為社交媒體的功能就是社交 一是沒有人用 一用就會集中在同一個平台 而一個社交媒體的沒落 往往只有兩種可能性 一是資源骨粽 無法不斷推出新的功能 於是就被淘汰 二是被大企業收購成為霸卻的一分子 但無論是哪種情況 社交媒體霸卻都從來沒有消失 反應的是 社交媒體是必然會走上霸卻之路的 因為當社交媒體受歡迎 用戶數量大股 自然就會對伺服器造成很大的呼喊 會後也會需要更多的資金去支持 如果選擇付款收回成本 又會喪失大眾的支持 那最後就剩下收集用戶的個人資料 去出售或者做廣告行銷 再不就是直接選擇被大公司收購 以獲取大量資源為止發展 所以不論社交移民出現多少次 最終都只是轉移去支持哪個霸卻 而沒有令發展的現象消失 其實社交移民湯汁是用戶猶新對抗霸卻 但其實每一個用戶都是出城社交發展的助手 面書的壯大是因為消費者對它的傑愛和依賴 所以有關同學不斷提及 今次社交移民大量的用戶 由面書轉去mewe 由窩室轉去色度 但當大家的親朋匹友 個個都用得面書的時候 就算你下載了mewe和色度 都只會是兩邊一起用 要不就是堅持一排完之後 互流用面書 可見社交移民最終都沒有辦法 對社交媒體造成衝擊 所以WhatsApp的私隱條款 卻一樣照顧 又怎麼看得到移民是有效呢 就算有之一日 社交移民再次湧現 最終都只會造成新的社交霸卻 這個循環根本就無法解決 再看IG面書本來都承諾 不會利用用戶的個人資料 但是現在正正在利用 又怎麼確保Signal Mewe不會重複覆設呢 因此今天的辯題理應不成 謝謝各位 好,凡方結變的發言時間為3分52秒,沒有超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主變總結,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嘗咪嘗咪,聽不聽到? 好,叮! 各位大家好,來到結變位置不妨在3個層面總結相課分歧 第一對現況的理解,正確是有方看變題焦點擺錯了 才令到它有一個消極的想法 傳統公司還在賺錢,等於變題不成 以成敗論英雄不是不行,但唱仗都未打完 說了社交移民只是近一兩年才出現的潮流 這麼快的斷定運動失敗絕對不合理,社交移民也是一個過程 前面已經解釋了,接著Sensor Tower的調查顯示 在2021年初四月,Telegram下載量增加98% Signal的首次下載量增加1192% 而這些資深社交移民也不斷有人呼喚用Telegram等等替代品 本身這個趨勢就已經在持續著 就例如WhatsApp也曾經讓步反映社交移民 已經造成壓力給傳統公司 越來越多的雞蛋愿意撞高牆 而有方和我只是關注高牆,還存在著而看不到高牆上的裂痕 第二就是對霸權的理解 真正的霸權從來都不是說公司有多大賺多少錢 1985年Neo Postman 在《娛樂致死》這本書中說過 人類只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年代 觀眾沉迷的是毛子英的歡樂 直至今日以社交媒體用演算法、大數據碎片化 將娛樂玩得淋漓進至、留下不反抗的人 即將獨立私下拱手相讓給社交媒體 所以就算未來越來越多人用 但它回歸本質也是一個社交媒體 為何會是一個霸權呢? 比實際數字更加重要的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上覺醒 以前大家只懂得嘻嘻嘻嘻嘻嘻嘻 到現在思想上已經變得勇武器 即使比較不同社交媒體的私隱保障 甚至開發更多新的替代程式對抗霸權 而例如看今次社交移民利用輿論壓力 就迫使德國政府暫時禁止WhatsApp 實行新條款 一些概念上的改變 即使直接攻擊著社交媒體霸權的核心 即使未來Signal被大公司收購 但是大家的意識已經覺醒了 再次面對霸權豈不是再次移民 好像以往那樣由ICQ轉去信息等等 我們現在亦都可以再次去做出一個改變 第三就是競爭重不重要 過去幾年我們大家都對社交媒體集以為上 覺得人人都有 我都沒理由不用 沒得選擇就先帶著 他拿那些資料有什麼所謂呢? 所以要令其他人有得選擇 沒得憑空變第二個選擇出來的 都要有其他平台生存才行的 大家可能一開始好像友方跟我這樣覺得 但在座各位 如果電話裏面有Telegram 有Signal或者Mail 不妨在聊天室舉個手告訴大家 全球廣的數以萬億計的用戶都和大家一樣 選擇去改變 由以往只有一些軟件變成幾個一齊用 甚至斷絕 不用社交媒體霸權軟件 而用戶用腳投票就是這些式軟件 繼續發展擴大的必要條件 好像Signal一樣都是靠年丹仔大量產生不同貼紙和宣傳 去吸引更多人加入 如果沒有你和我成為一份子 又怎會見到這些社交平台有更多資源去做動力 越做越大不斷地改善 而社交媒體的用戶生態已經團絕 不同人覺醒而變得不同 過去的一家獨大變成百花齊放 這個趨勢有可能是否說一句 不得就可以全門否定呢? 在2021年的香港 這兩個字大家都聽得多了 留下還是走不同人都有不同的考量 沒有人有權為其他人的人生作定論 不過可以肯定的就是社會充施著不同的無力感 做些什麼都會被人說沒用的 但講到社交移民 我方可以斬釘直接地跟你說一定有用 因為我們可以主宰自己接受什麼資訊的權力 不再做被社交媒體圈養的港珠 對抗荒謬拒絕服從 絕不低頭才是對抗霸權最有效的反抗 所以便是你答應了 正方劫變的發言時間為4分02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過一段落 本人就會與評判稍作聯絡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為了把時間 我們也會在三位評判評完的分數之後 請評判逐一位今場評語給一些評語 所以我們首先請對錯雙方留在原位等候 也提一下評判 不好意思 主席 我先去廁所才有特別的事 好好好 可能給其他評判 不好意思 好 麻煩你 提一下其他評判 因為最佳的辯論員需要另外去評分 所以每位評判應該要首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員 再分別給一些分數 最佳的位置會給30分 次佳的位置會給20分 最後的位置會有10分 好 那我先處理一下 或者評判可以處理完分數 然後就可以被評了 不好意思 可能因為大家打了口罩 我可不可以給大家看正方異負 那麼結弁的樣子 因為真的分不清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走近這個鏡頭給我看一看 因為都要給這個街邊的位置 我是正方見面 我是異負 謝謝 我見到應該黃一綿先生應該是搞定分子 所以可能我們首先請黃一綿先生可以就今場雙方表現給一些評語 謝謝 好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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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場就 要開始說呢 是 因為我覺得今天反方開出的主線很進取 其實他直接已經說到 霸權是必然存在 不能被消滅 然後就算沒有霸權 只會由另一個霸權取代 然後任何反抗都沒有用的 社交媒體最後都一定會步向霸權 最後都會變成大企業會壟斷 然後做出各樣黑心的行為 其實今天反方的取態是非常清晰 非常進取 但是我覺得今天那個 有一點落差的位置就是 當今天反方已經很完整地不斷推銷這件事 以至於他不只是只是質疑 就是說霸權會成為另一個霸權的時候 他又會真的講到一些例子 是以前的一些媒體 他原本怎麼承諾自己不會賣廣告 不會做霸權 然後最後他一步步地步向霸權 所以我覺得反方能夠盡到他的論壇斬 雖然他的主線很進取 但是他又真的能夠講到相應的數據 和資料去說服我 而那個落差就是 我覺得正方對於別人一條 這麼無賴的主線 我覺得又不能夠提出足夠的質疑 就是反方的回應 就停留在幾個鍵詞 就是標準很苛刻 言文系進程 我們看趨勢 其實就是這三個角落後 你整個後場都不斷重複這幾樣東西 但是除了說他標準很苛刻之外 為什麼你又不能狠狠地 就是反駁他究竟苛刻在哪裏 就是我覺得你又指出不到 他的主線荒謬的地方 於是你就不斷地弄這幾句套語 變相就是 那個反駁力比較弱 就是當今天人們提出一條 這麼強的 這麼進取的姿態的時候 你們有比較手勢 就是我覺得正方 其實你們可以放開一點去反駁 其實他很多位置其實可以提出質疑 就是例如 是不是大公司就必然等於霸權 就是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常識認知中 不一定的 就是例如香港有地產霸權 但是有些國家其實沒有地產霸權 就是它有大地產商 它有大地產公司 但是不一定代表地產霸權 其實市佔率高 大公司和霸權之間 理論上其實應該有分別的 那麼那條界線在哪裏呢 那麼其實這些正方可以提出質疑 同時反方也是 就是要留意這些地方 就是其實不一定是說市佔率很高 很多人用 就代表它一定會霸權 而其實有些行為 就是你們說他 反方會說他會賣廣告 其實這些位置我都會選擇 就是賣廣告就是霸權 其實你也懂得說 你的用字是商業化 但是商業化不就是霸權 那全部都是商業運作商業公司 那賣廣告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除非它賣到是賣完你的個人私隱 然後禁制你的言論 有很多不同的這些行為出現 那就去到霸權了 但是我覺得去到後場 其實好像慢慢這些位置是模糊了 就是那條界線好像慢慢就抹了它 就隨便它 總之大公司就是霸權 總之多人用就是霸權 那麼我覺得這些位置就 正方就沒有很多的回應 以至於被反方偷計成功 就後來就可以繼續用這個 用這個方法去洗評判路 就是說你大公司就不好的了 總之永遠就有霸權的了 就算你移民了也好 又會有第二個霸權 那麼他就這個論述不斷不斷地 在後場就可以很順利地走進去 是的 還有我覺得正方的論證上 有個地方是 我覺得有個落差在這裡 就是其實因為反方他銷售到一個 很悲觀 很霸權接霸權的一個世界觀 我叫做 但是其實 正方呢 中斷的時候 我覺得你還未可以很承接到 你開頭開出來的那個畫面 其實你們在塑造一個圖像 就是說其實不一定有霸權的嘛 其實可以是互相競爭 可以有多元 可以有百花齊放 可以有些時候是 一些用戶其實他們都可以自己去選擇用不同的媒體 甚至乎你去到結辯的時候都說很多 就是我們個體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有集體的行動 我們可以怎樣對抗霸權 我們其實可以有很多自主意識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很多 這些其實你們可以補足的這些論證的地方 我們中場都聽不到 所以變相就 這些位置就真的有少少失分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你們開出來的主線是有這些部分 而你可以好好把握 然後 如果不是的話 就 你除了開出來之後 就去到結辯才聽回那些東西 就好像 突然之間跳了一大步 突然之間就跳什麼 意識形態覺醒啊 然後又說到很大的話 就是我們會做很多事情的 然後 人們又覺醒了 勇武起來 然後怎樣對抗霸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咦?為什麼突然之間這麼快跳到這個位置 就是好像中場也沒有承接到這個論述 所以我覺得 就著主線和內容上 我主要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 整場來說 我的感覺其實 我的分差都比得很小 就是我覺得 雙方其實很多地方 其實都表現得很好 或者知道運用上 我覺得也不錯 不過是 其實真的是 一些很細節的位置去分勝負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現在就再請 蛇朗彥先生 為我們 因為的匪賽評一些評語 好 那我就 對 首先 多謝賽會 剛才不記得多謝賽會 邀請我們來做評判 第二就是 但是 我也想 提到剛才的評判 我給的分差都很小 我也不算 現在說了 我給了一分的分差都很小 那 那 原因 反而我的看法 就跟剛才的評判 不同的地方 我反而就覺得 因為這場的表現都不太好 那 因為我有停上一場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如果比起上一場 那大家的討論 那 那 我覺得 比起上一場 這個是更好的地方 但是 不好的地方 其實 我覺得雙方都有些位置 是直接可以令到整場比賽 是會改變整個局勢 那我這個稍後再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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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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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口和鼻鼻鼻 因為明顯地正方的焦點 我覺得有一點直線思維 就是類似說 人們消費了用戶量少了 信號轉去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擺放這條操控 我第一天想的就是 當然這個是散方沒有挑戰 但我自己想的就是 其實你今天下了一條尺 你很需要不需要下了一條尺 你就說去擺放一條操控思想的東西 我開始想 其實你之前用Facebook 我雖然說我現在21歲 其實我用Facebook可能用了18年 其實我的思維比較少已經定在這裏 甚至大家都知道 其實社交媒體的特色 是一個我們叫Polarization 的問題 它會令到你的觀點變得越偏激烈 所以深刻就是說 我想接收這個資訊 我就越來越接收多一些資訊 我在想就是究竟VV究竟Signal 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對抗到這件事呢 我覺得這個是 今天大家要想清楚的 但是反方其實今天講的就是 我聽了很多次就是那個佔有率的問題 滲透的問題 全場就是 是一個整個市場這樣看 OK 究竟它改變了多少東西呢 我覺得做得好 這個也要贊的 因為資料上 第二條Q我踢爆了 我不知道 我很少深究這些 正確和正確 但是我相信 如果政府沒有挑戰就好 那我就相信 原來你說WhatsApp 原來依然會有上升 你不知道Facebook 然後總之上升了 但是純粹是那個 上升的%少了而已 我覺得這是一個頗有效的攻擊 第二個東西 我覺得今天大家要重視 就是一個時間線的問題 正確就一直說 其實呢 將來一定可以的了 還有這個只是一個進程 不要太嚴重 反方呢 其實我現在覺得 其實我看不到我任何的成效 其實這個深刻也是在戰場上帶來的 但是今天 未必有一個很多的交鋒點 這個是我自己的第二個點 其實呢 所以去到再深刻講一些 今天整場的表現 我覺得先講一下正確 其實都是提供你剛才講的時間線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的感覺 你是說不要問只要信 就是是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有一個男朋友給你 不過呢 他一定可以的了 你相信的了 而我覺得 我不印象那個位置 就是你正一已經在做這個說法 就是我覺得你就算做這個說法 你也不會放在正一這麼早的時候 其實呢 我覺得很容易的 聽起來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但是總之一定可以 我覺得這麼早就出了一些說法 未必對於你整個推進 有一個很有效的鋪序 而另外我覺得感覺 觀感上也不太好 那就是很情緒納索 我覺得今天的情況 就是好像說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就說 他覺得什麼都不做就最好了 那我覺得 他做了一些事情 跟他有沒有效 是兩回事 那 但是今天就嚇一跳 你就很重 而且這個說法是禁止了幾次 就是我如果沒有記住 應該又開始禁止了 那時候是否一個 在鋪電上面 整個電術的鋪牌上面 是否應該要這麼早就出一些很 很長或者很極端的狀態呢 那這個我覺得 正方也是要思考的 那還有就是backfire的問題 那正方今天你會說到 例如說 就是在第二條的台下發文 抄了你 那你的答法呢 就說什麼 數字就不等於影響力呢 就是數字上升還是下跌 和影響力就是兩回事 但是你下一秒又說 其實信號的數字又上升了 所以它影響你又上升 那這些我覺得 又是某一些backfire的位置 是正方特別要注意 那反方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致命的漏洞 但是今天 正方完全沒有觸及 我期望在台下會出現的 就是其實今天你整次的 主要的設計是backfire 因為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說 一方面 你說其實佔幼率的問題很嚴重 不是就是滲透率 你說Facebook那些 很難撼動到它的位置 但是你一直在那裡說 甚至去到結面整個 流程都是說 其實那些信號 說MV最後都會成為霸權 所以在你的世界裡面 其實你是不是覺得 原來我這些新興的媒體 最後它都是會 就是它是可以做到 就是它成為了一個霸權 其實它改變到 就是現在這個所謂的Facebook 你今天嘗試表現到一個 它完全不能撼動的一個圖像 就是一個圖像 是不是 就是原來你最後 你還是打爆了這件事情 你都說原來 最後MV和Sign號 其實它都會變成同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選擇 要麼你就說 其實它不會撼動不了 Facebook一直強大下去 要麼你就說 其實原來撼動不了 但是其實這個Sign號 就會變成了霸權 我覺得你要選擇一個說法 但是你兩個都推出出來的時候 很明顯是一個很致命的矛盾 但是我覺得今天正方 是沒有抓住這件事情 所以 我認同就是 分析我都比得很小 但是 就是有很多致命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 真的會足以改變到賽果的 但是雙方今天 大家都未必可以收到出來 最後 我說了一點不關別類的事情 可能剛才有一位評論都聽過 也想多謝各位 今天都堅持打辯論 我想這個時代 要堅持打辯論其實很難的 都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 被人取代這些事情 我覺得 輸一場比賽 甚至做不到很出色的辯論 我覺得 不是很大的事情 最重要就是 不要做我沒有思考 甚至沒有良知的人 古月有雲 黎明之前的黑暗 是智能黑暗的 不過黎明的將來臨 大家加油 喝多點水 吃多點菜 加油 謝謝 謝謝 最後我們有請陳慶澤先生 為表演給點評語 好 首先 都很感謝賽會 邀請我來做這場比賽的評判 成為各位評判所說 大家辯論這件事 我們要好好利用 始終是大家作為辯論員 那 承接著這個講法 我會開始有今天的評論 就是 到底對於辯論員來說 在場上 或者在場之前的準備 到底什麼是最重要呢 而這件事 是我看完這場比賽之後 我最大有回想的事情 先簡單講一下大家 雙方的表現 先 好像剛剛各位石評判 石先生所說 的而且 確今天雙方的表現 都不算是 不算是出色的 因為 可以看出雙方 都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缺點 或者缺口 而 這件事 都很遺憾 對方也抓不出來 所以其實 對於雙方來說 都不算是一個 做得非常好的 中美人 妙方的 比賽 好 接著 先大概談談 正方 我覺得有一些什麼問題 先 正方表的最大問題 就是 很多時候 她的封鎖和自己的主線 其實是衝突的 在说法上我听到是非常矛盾的 例如说你的第二点是有竞争 然后就会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你推到的终点是 问题是你在之后的论述会说到 因为好像台下这样答 因为MSN到Facebook的原因是因为前者做得不好 所以就会有一个更新或换了一个新的软件 或者所谓的社交言文做出来 但是如果要按你们所说的百花齐放 不是要容纳MSN 令到MSN自己变得更好 和Facebook在石牌市场里面硬陷吗 或者是如果你要说这些百花齐放的话 但是你一直和我说市场的变根 就是因为前者不好 所以我会觉得在论述上面 前场和后场的很多东西都很有冲突 在你方的论述上面 而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 跟刚刚那些评判都觉得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的责任 我觉得你们把准则设计得太压述 对于自己来说 这条线的准则 就是说你要把准则设计到控制减少 问题是你要想 你如何定义 或者你可以用到什么数据来论证 控制减少 就是社交媒体对于人的控制 或者市民的控制减少 你如何论证 控制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 那你要如何论述呢 而今天看到你们整场比赛 你唯一的论述就是下载量减少 又或者是认证他们下载量涨升 问题是这件事 或者是你举了一些美国政府 或者是德国 他们因应这个WhatsApp 条例事件 不让WhatsApp去干预市民 那是不是这件事就可以足够 你方整场 只用这两个例子 不断地论述地方的转折 我社交移民了之后 就可以减少控制了 是不是真的足够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就会令到 在我听你们整场比赛 正方来说 你们有用的或者有效的资料 就相对上来比较少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正方一个 很普通的概述的看法 那对于反方来说呢 我会认为呢 反方的问题是出于 很循环一些的 正方都有的 反方比我的观感上是更加明显 就是不断地重复再重复再重复 很多的预料甚至是论点 而是完全没有在后场深化到 或者是做一些推展的 例如说 你们所说的 你们的主题 由主题就说 霸权是社交媒体的本质 问题是 我打算听 听你们说 你们一开始说了 因为要盈利要盈还 或者市场占物率 所以霸权是必然的本质 问题是这个论出 你一直由主一二 甚至说到结 起码有50%的蝙蝠 都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沉 所以就会在内容分上 我会觉得 我听过了 又没有什么深化 我又给不到分你 就会很可惜这件事 但是去到义父 其实我听得出的 你们论点有说 这个 试了尝试去碰一点 更加深化 为什么霸权是必然的 这件事 但是都是很可惜地 说了两句就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非常可惜的 这个就是 对于 反方来说 比较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对普通来说 我说一下好的地方 整场来说 我觉得正方做得比较好些的 就是 他 虽然应对着 应对着 正方一个 反方一个 这么无賴的流量 要来 数珠未来的流量 他都很 尝试地去坚守 自己的论点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坚持的 没有去到香港 放弃了 去消异的打法 但是很可惜的 亦都是有love point 亦都是要注意 对于反方来说 我觉得做得稍微比较好的 就是我真的看到一个圖片 是你交代给我看 到底社交媒体是什么 而在整条时间线来说 以前 现在 将来 社交移民 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是做得不错的 我尝试逐个画 去给一些简单的评论 首先对于主辩来说 我不知道你的稿件写的问题 还是你表现的问题 我听到你稿件表现的时候 你又用第一 第二去分离 point one two 问题是 到了你们的稿件 主辩去到最后 你会说一句 就是政府 逼到政府去改善 用德国这个例子 我就会想 这个我应该放在point two 还是帮你开一个 叫point three 一个新的point 所以在 政府的稿件上 可以尝试一下 再清楚一点表达给评判 还是不要让评判 去估计这个point 到底属于一个新point 还是属于上一个point的延伸 因为在内容的力度 甚至present来说 是不同的整件事 我个人认为 然后另外 对于主辩来说 我觉得 美Q可以尝试 可以问得再好一点 就是 问人反方案这件事情 我觉得 你问反方案是正常的 正常的主辩都会问人 反方案你 你说到反对是这样 你的反方案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问题 在这个题目上 我觉得 我期待正方问的 除了反方案之外 问得更加多 尖銳一点的东西 面试到反方案 因为反方 我自己个人认为 你放在一副你再出 其实都 讲得及 但是我会期待 你可以 真的 建基于你的主线上来说 你觉得反方案有什么 一定答不了你的 而这件事情 才可以做到你正方 或者你迫 你第一个机会 是问对方 迫到对方 承认你方的论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才对于今场这条 变题下 的主变第一副来说 会更加好 你只敢问反方案 而对于反主来说 我觉得反主在这个 稿件的掌控上 我会觉得好过正主一点的 是的 虽然一开始 头过三十秒 我不是很听得清 或者因为你的铺牌问题 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到 你想说些什么 但是我都抄了些东西的 而我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比较差一点就是 我期待你会抛个准则出来 但是很可惜 我不知道 因为我听不清楚 还是怎样 我没有听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让我抄到下来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 整个内容的铺牌数 而且掌控上是比正方好一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 可以坚持和继续的事情 去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我觉得台上发问的环节 是的 因为这次赛制是台上发问 所以我觉得甚至正主的反方 就放在这一环节 我觉得也是OK的 不要是刚刚问 而对于双方的台上问答环节方面 我会觉得是 反方做得更加好 就是你会给我平方一个图 就是说 那你想未来是怎样 你讲得这么好 你讲得这么好 那未来还是走不了 或者你交个时间线给我 你说你多久才走得到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反方 一个非常有力的打法 而正方很遗憾 都只是那一套论说 就是现在都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要讲趋势 根据你的日常观察 现在WhatsApp他们少了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笼统的答法 而放在这个位置 来讲我觉得比较可惜 嗯 对于双方一副 我觉得都做得不错的 双方一副都有补充到主线的资料 都有对对方的主线 有双方的针对 而我想着重说的就是双方二副的这个位置 因为刚刚因为网络的原因 我们正方二副听了很多次 那对于双方的这个环节 我觉得反方二副做得正方二副好 不是 正方二副做得好的反方二副一定程度上好些 因为在我的角度 在我的评判角度来讲 我觉得反方二副还只是和我补充资料 你不尝试归立谋 不尝试方和对方 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行为 而且都给不到什么分的行为 而正正反方二副做得正好这些东西 所以导致我在内容上 内容分和语言运用的分数上 我觉得没有办法可以给到很多 给反方二副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可以和正方二副去学习一下 如何去尝试针对性地收割对方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反方二副需要再努力一点 但是看得出今天反方二副 对于他们全队来讲是比较清洁一点 所以可以再努力 我会鼓励你继续努力去学习 前场方面一直都很交叉的比方 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真正在我的分差上面 出现比较大的差异 就在于台下发问的环节 而台下发问的环节 暴露了正方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你们在发问 你们不懂得发问 台下发问的位置 你们不懂得如何做一个有效的 或者是有分的发问 无论是第一次的Q1 还是Q2都好 Q1会做得好一点的 正方就是补充 起码你做个补充资料 补充跟正方说 台上的同学说 你们留了什么 或者你们什么是最强力的 问题是你们的问题 问得实在太不好了 什么叫做 要反方交代 你未留会再霸权的时间表 我听到那时候 我会想 你这条跟正方有什么事 又跟反方有什么事 然后再说台下的第二条 比第一条更简短 只是否认为 你觉得人们会不会保护自己 还是会倒退 我觉得 在问法 我会给一个建议 就是正方的台下 你不要让评判 去帮你 在脑里面 选择你想问 什么 直接一针见脱 射出来 反方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方有什么问题 好过你这样闹 因为其实已经去到台下发问 可以问得直接一点的问题 要么就是针对对方的缺点 要么就是回应 要么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 而很遗憾就是正方两次的台下 都没有做到这个 这件事 而反方的台下 搭上 搭来说是做得相对于来说 出色一点的 所以很遗憾就是 双方的分岔 在我方面 的胜负比较上来说 就开始出现了台下这个环节 而 截变就没什么好说 截变都是 好像我刚刚所说 双方的截变都是重复 有重复 有重复 之前说的很多东西 那就不用说了 那最后再担任大家 少少时间 说少少对我对这条变题的看法 这条变题是 社交移民 对能有效对抗 社交媒体霸权 其实在看这条变题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思考多些 就是到底什么叫对抗 又什么叫霸权 正反双方 对于霸权这个字的定义 都下了很多不少的看法 而 都一直在流变 大家对于霸权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大家 可以再想深多程度 对于社交媒体的霸权 来说 是不是真的好像反方所说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态 它是社交媒体的本质 只是说市场占有力 这个东西 只是说垄断 这个东西 还是另一个层面上 霸权 好像政方所说 是一定要卖了资料 才叫霸权 大家可以再想深多程度 就是 到底社交媒体霸权 在不同的定义之下 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对抗这个字 其实今天我觉得 正反双方最大的问题 主线建架问题 都是未能够回应到 变题上对抗这个字 简单来说 今天这条变题 将对抗这个字 换成了认对 或者是 整条变题 转成了社交移民 应作为 应对社交媒体霸权的方法 这样的变题 其实两方的主线都成立 而 在双方的主线来说 我看不出 对于对抗这个字的斟酌 对抗和应对不同 是对抗是硬砍的 而对于正方所说的 有霸权 不就再移民 有霸权不就再移民 这种 这种你们的前台词 或者已经说了出来的 你们的方法论 或者是反方所说的 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霸权 我觉得都没有回应到 到底对抗这个字 它本身在这条变题 的预警底下 真正可以做到的 意思的全益 所以相信 希望大家可以 针对这件事情 可以再私下更加多 霸权和对抗这个字 都希望大家 提到辩论 希望大家真的好似 散方 正方台下第一次 提到辩论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就可以 好好利用辩论 就不要 将辩论 濫用 去日常生活中 不要去恶意利用 去破坏大家的正常的 遇见交流 多谢各位 好 那麻烦 所有评判的 评语 我们等待 确认那些分子 就可以 就是 决定 可以说错过 慢慢的 不用 好 首先 不好意思 今天有这么多不便 什么事情 和评判 和对错 双方说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将 刚才的情况 和赛会说 如果 你们有什么 想说 或者 要表达 都可以和赛会 那边说 今天的比赛结果 已经在我的手上 现在就由我 宣布赛果 首先就是 最佳辩论员 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 就是正方的 义父 林子逸同学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0票 反方得票3票 换句话说 今天胜出比赛的是 反方华英中学 恭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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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